恭喜周济鸿 全红蝉身份升级 新华社官宣最新任命喜讯 张家琪 陈雨昕无缘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咱们中国跳水队的小姑娘 全红蝉也是最新获得了新华社官宣的任命 获得了全新的身份升级 伴随着她这一次获得了最新的任命之后 也意味着全红蝉成为了中国跳水队 绝对响当当的头号人物 也意味着她将会成为整个中国体坛的领军性的标杆 那么我们都知道全红蝉在自己14岁的时候 代表中国跳水队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就一战成名成为了中国跳水队的女子十米台的奥运冠军 并且以打破世界奥运记录的这样一个成绩最终夺冠 可以说是寄精四作 甚至她一次又一次用她满分的表现 引得现场的裁判都起身为她鼓掌 她一次又一次的水花消失数 更是彰显了这个小姑娘身上的那种 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以及身上那种顽强拼搏的斗志和韧劲 足以证明了全红蝉 她真的是因为天赋异禀的跳水女童 那么如今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能够发现全红蝉也进入到了 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期 因为对于跳水的小将来说 可能15岁之前是她的一个巅峰期 但是到了15岁之后 她就会进入到一个身体发育期 个人的身体啊身形身高 各方面都会迎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么在快速的增高之后 那么她的身形变大了 那么她如何更好的去 合理的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在空中的动作以及入水的水花 各方面怎么压得更好 这一点全红蝉还需要不断的去摸索 不断的去控制 对吧 这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 就能够快速的适应的 我们需要给她时间 那么当然呢 我们在此之间也看见了 其实在此前 也同样陷入到这样一个困境之中的 陈宇希 她如今她的年龄是要比全红蝉要大的 她已经度过了这个难度期了 对吧 她度过了这个阶段之后 她正在一点一点的开始找回状态 而全红蝉现在才刚刚的进入到 这样一个身体发育的困难期 那么他们两个在近期的比赛 从去年我们看到一次内部赛 全红蝉输给陈宇希 包括布达佩斯的游泳士拟赛上 也输给了陈宇希 去年输了两次 那么来到今年呢 对内赛中 全红蝉又一次输给了陈宇希 只输了2.1分 但是也输了 加起来两年输了三次 很多体育迷就说了 是不是全红蝉眼下 她在中国跳水队第一减的位置 是不是要被陈宇希抢走了呢 是不是陈宇希成为了中国跳水女队 绝对的头号人物了呢 全红蝉进入到新的周期 大家认为啊 是不是她的训练态度不积极 不够努力了 但是要知道 还真的并非如此 全红蝉进入到新的周期 我们看到 在近期队内的一次体能测试赛中 全队去测试3000米 全红蝉跑了全队第一 这就证明了全红蝉 她的体能 她的体能储备 韧劲 她的爆发的各方面 完全都不存在任何的问题 而且是全队最好的 这就证明了 只要她后期控制好了自己的身体 能够度过了身体发育期 这样一个难题之后 她就可以重返巅峰 那么事实证明 眼下她即使是处于一个 个人生涯的低谷 但是她同样跟陈雨昕 也算是能够打个有来有回 双方处于一个 五五开的这么一个局面 对吧 足以证明了全红蝉 她的强大 而在近日我们看到 根据新华社近期所 官宣的最新的一个榜单 显示啊 官宣了年度体育人物的代表榜单 这份榜单呢 代表着我们中国体育 在过去一年里边 最具代表性的一些体育人物 一共选了五个人 在所有体育项目里边 一共选了五个人 而全红蝉榜榜上有名 对吧 那么这就意味着 全红蝉不仅成为了 中国跳水队 唯一一个上榜的人物 而且她在此时此刻 她也成为了这份榜单中 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她成为了中国体育骄傲 成为了中国跳水队的骄傲 更成为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所以说伴随着新华社 给她任命了这样一个 年度体育代表的 这么一个身份之后 也就意味着 全红蝉她的身份全面升级了 证明了对于她的高度认可和评价 意味着全红蝉 她才是中国跳水队 目前绝对的一级 这个地位是谁都撼动不了的 在此我们必须要恭喜全红蝉 恭喜中国跳水队 共要恭喜周继红 我们也期待着 在周继红的统一管控调整之下 在全红蝉的努力刻苦之下 她一定可以带领着 咱们中国跳水队 在新的奥运周期 不断的去创造更高的辉煌的成就 我们也拭目以待 我们下期再见